看看眼前这个小孩 再看看你旁边坐着的孩子 赶紧让他来学一学如何做一个男人 让他成为能徒手和鳄鱼搏斗的勇士 并且还成功地将气击杀 带回家走进行炫耀 当太阳渐渐升起时 沼泽老人罗尼和蒂米 已经开始准备今天的冲刺 但还有人比他们更早 乔伊和扎克已经开船从两人面前路过 这瞬间就让罗尼傻眼了 竟然还有人会来这里狩猎 突然罗尼反应过来 这两人是来这抢大鱼的 而乔伊他们之所以会来这里 是因为有部分标签属于这片沼泽 而他们为了可以更好地狩猎鳄鱼 昨天就在这里布置下了秘密武器 那就是在一个地方挂上了猪脑袋 并且相信他可以将方圆百里的鳄鱼 全部都吸引到这里 虽然不知道这个方法有没有用 但两人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跑到了猪头旁边 靠近后很是顺利地发现了鳄鱼 乔伊直接就将其拽出了水面 虽然鳄鱼的反抗很激烈 甚至还有有逃跑的迹象 但在乔伊那神异般的操作下 还是将其留在了船边 让旁边的扎克给一枪带走 虽然这条鳄鱼并不是很大 但还是有着九英尺的大小 不过也可以从侧面看出 那个猪头可能是有作用的 而在另一边的罗尼和蒂米 两人开始狩猎起了鳄鱼 因为他们知道如今 要和别人一起争抢这里的鳄鱼 虽然这令两人内心充满了紧张 但罗尼他们对这里还是更加熟悉 对于乔伊他们的到来 虽然紧张但内心还是十分的激动 因为这让罗尼更加富有动力 而这也展现到了和鳄鱼的战斗中 在将其拉到水面后边 就一直将其控制在船边动不了 甚至还经常将其整个身子拉起 而地面也没有让罗尼白费力气 看准了机会直接就开了枪 让其再也没有逃跑的机会 但把鳄鱼拉到船上后 两人发现这条只有七英尺 对他们来说这条鳄鱼只有伤害 根本就不会给两人带来收益 而在西北方向87英里的地方 拉伦和猪排正在寻找 可以在这场竞赛中获胜的方法 但两人想了很久也没有 最后决定前往去秘密地点 那里并没有什么人在捕猎 相对于其他地方 这里的鳄鱼数量可能很多 但体型的大小就不清楚了 随着两人逐渐靠近第一个陷阱 两人发现这里出一败了 陷阱上没有任何东西 甚至连钩子都完全不见 再看看现场案没有变化的样子 还有手上那断裂的绳子 两人瞬间明白了过来 这片沼泽中出现了偷猎者 于是两人决定把旗子收起 让偷猎者难以发现陷阱的所在 但为了防止自己也找不到 猪排拿出了一个硬纸板 并在上面画了一个简易地图 接着后面的陷阱 都把旗子取了下来 并将这处地点画在了地图上 而在另一边的特洛伊和泡菜 两人决定前往一个新的水域 去探索那未知的沼泽 而这么做就是为了保持如今的地位 很快两人就到了目的地茅头湖 这里是由三大河流组成的湖 也导致了这里的水十分的深 而这种又是大鱼最喜欢的环境 所以为了在这里可以畅快地狩猎 两人昨晚连夜在这里布置陷阱 希望可以上钩一些像眼前这么大的鱼 随着这条鳄鱼的死亡 两人知道今天的排名 肯定可以再往前冲一冲 不然都对不起这条11英尺的巨鳄 虽然这只是第一条鳄鱼 但也可以看出 这里充满了大鳄鱼 与此同时的雅各布正做着出发前的准备 由于今天唐的身体出现问题 雅各布重新找了一位助手 那就是刚满11岁的儿子李奇 而这个年龄刚好也是雅各布 想要抓的鳄鱼大小 而且李奇又十分地想要一起去狩猎 爷俩就一拍击和出发捕猎 但由于李奇是第一次抓鳄鱼 整个人都显得十分激动 看到一条鳄鱼就立马指了出来 但雅各布却表示 前面布置了陷阱 在靠近后李奇立马就抓起了绳子 将那条水中的鳄鱼拉了出来 虽然在抓捕的过程中 雅各布一直在调笑李奇 但还是在一边不断地指导他 这么应对一条大鳄鱼的进进性反抗 随着这条11英尺的鳄鱼上船 李奇也开始故作高冷 而在另一边的乔伊和扎克 他们和罗尼的局势也变得更加紧张 双方见面现在连招呼都不打 只顾着自己的尽快狩猎鳄鱼 随着罗尼和地米靠近陷阱 他们发现这里有点不对劲 但罗尼还是将其从水中拉出 幸好这条鳄鱼没有在浅滩 不然应对起来就麻烦了 虽然他不在浅滩 但这条鳄鱼好像在水里 应对起来也不是很轻松 鳄鱼的反抗搞得罗尼十分的激动 而地米则没有让他激动太久 直接就给了鳄鱼一粒花生 可在将这条鳄鱼拉出水面后 罗尼则表示白激动了 这条竟然只有七英尺大小 这对两人的排名没有任何帮助 搞得罗尼现在的心情十分糟糕 因为他认为这里面有着乔伊的关系 他们的到来抓了不少大鲁鱼 而在两英里外的乔伊和扎克 则没有罗尼两人的忧心 因为他们的猪头 真的起到了奇怪的效果 但两人并没有因此松懈 毕竟把鳄鱼吸引来了 不将其抓住的不是浪费吗 为此扎克直接就将鳄鱼拉了出来 看着眼前这又一条的巨鳄 两人十分开心地将其往船上拉 甚至在将鳄鱼彻底上船后 乔伊还想要去擒一下猪头 来表达自己的感谢 此时吸变27英里的地方 特洛伊和泡菜还在矛头湖中 两人自从最开始的大鳄鱼后 收获一直都在保持稳定状态 这让两人现在十分开心 突然两人看到眼前有一滩泡泡 而且还是刚刚冒出来的 泡菜立马就将三角勾拿起抛出 试图将其给拉回船边 但现在泡泡却消失不见 这时特洛伊又发现条鳄鱼 泡菜连忙就将三角勾拿起 让特洛伊尽快赶去 别又让这条跑了 赶到后泡菜将钩子抛出拉回一气呵成 并且还成功地将其命中 但挣扎太强又让他跑了 不过好在两人再次发现了他 泡菜又重复了刚刚的动作 但这次却没有命中 甚至鳄鱼此时已经跑到了另一边 这把泡菜气得咬牙切实 而在另一边的雅各布和李奇 两人第一次受力运气好像不行 到现在也并没有什么收获 这把在一边的雅各布给其的脸都红了 毕竟之前和谈花了一天的时间 也才抓到了提条鳄鱼 于是决定再改以下计划 把在一边吃灰的三角勾拿起 这时两人突然看见一个惊喜 那就是前方的陷阱有条鳄鱼 急忙就上前将其拉起 两人在机场庆祝后 连忙就将这条鳄鱼往船上拉 虽然这条才有九英尺大小 但过了那么久才再次抓到鳄鱼 两人还是十分的开心 而在另一边的拉伦和猪排 由于之前发现了偷猎者 为了防止自己的辛苦劳作化为泡影 两人改变了陷阱的布置 可现在拉伦感觉自己好像迷路了 两人找了很久也没有看见陷阱 这让拉伦对猪排的地图绘制水平 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但现在又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继续按照猪排的指引 不过好在两人还是找到了陷阱所在 要不然两人今天的时间就白费了 猪排这时也满心欢喜地开始拉了鱼 虽然这条鳄鱼的抓捕充满了惊险 但好在最后还是将其成功抓住 要不然今天的时间真就白费了 而在南边91英里处 罗尼和地米再次看见了乔伊两人 看着扎克在那鬼鬼祟祟的样子 罗尼决定上前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可靠近后就看见一个猪头 这让两人十分的疑惑 但他们毕竟是经验丰富的猎手 很快就明白他们这是要吸引鳄鱼 将那些大鳄鱼禁鼠拿下 对此罗尼立马就想到了对策 连忙就开船返回了营地 并从中拿出了一箱东西 并将其展现给了地米 告诉他这里的鳄鱼更加喜欢海鲜 随后两人便重新回到沼泽 并将螃蟹绑在了陷阱上 准备等待那些鳄鱼的上钩 而在另一边的李奇和雅各布 两人突然看见了远处的鳄鱼 于是李奇立马就拿起了三角钩 并等待着雅各布将船靠近 然后再将其用力一扔 开始往回缓慢拉回 但这时李奇手里的线开始疯狂外出 不过好在反应及时 没有让其带着绳子跑掉 李奇甚至还将其拉到了船边 但见到这条巨鳄后 雅各布立马就上前帮忙 可还是让那条鳄鱼给挣脱了 见状李奇再次抛出一钩 但这次扔得有点点远 不过还是带回点东西 这时带回来的并不是鳄鱼 而在另一边的乔伊和扎克 两人的运气开始发生变化 他们布置的陷阱 不再有鳄鱼上钩 甚至连着好几处都是 虽然两人十分的疑惑 但还是选择继续查看别的陷阱 这时扎克突然有所发现 但那条鳄鱼不在两人的捕捉范围 只能将船停在一边 等待那条鳄鱼自己游过来 毕竟这是沼泽猎手里的不成文规定 如果有条鳄鱼出现在双方的边界上 那都不可以对其进行捕猎 只能看那条鳄鱼选择谁 但如今罗尼和地密并不在这 鳄鱼最后还是选择了乔伊两人 而这也让两人十分的兴奋 立马就开始对其进行了狩猎 两人合力将其拉到船边后 随着这条幸运的鳄鱼死亡 也证明了两人的等待是值得的 不然根本就抓不到这条九英尺 与此同时的拉伦和猪排 如今基本上没有在发现偷猎者 到那并不代表着可以放松警惕 不然手中的鳄鱼很有可能 再次被这些让你给悄悄偷走 很快两人通过猪排的地图 来到了另一个陷阱前 猪排立马就上前将其拉起 随着这条鳄鱼的上传 两人呢因为偷猎者伤到的心 被这条有着11英尺的鳄鱼给抚平 而在另一边的特洛伊和炮菜 两人在矛头糊的捕猎 把特洛伊的耐心都快要弄没了 并不是两人没抓到鳄鱼 而是根本就没再抓到符合的大鳄鱼 这让两人的排名很难继续往前走 于是便回到了之前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让鳄鱼跑了三次的地点 这里充满了两人的耻辱 不过他们在这里布置的陷阱有货 炮菜立马就上前将其拉出 并且感觉这条挺重的 好在这条鳄鱼是条10英尺的 不然两人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就抓到一条小鳄鱼 两人绝对会崩溃到跳进河里 与那些可恶的鳄鱼干架 但两人还需要更多这样的 与此同时的罗尼和蒂米 两人用海鲜重新布置了 将近20多处陷阱 希望这些可以把那些大鳄鱼吸引来 随着两人返回低处陷阱时 路上看见一个已经上货的 两人立马就开船靠近 并将其中的鳄鱼拉了出来 不得不说两人的海鲜好像是有用的 这处陷阱上的鳄鱼有着10英尺 而且还是在返回途中看见的 那更不用说其他的陷阱 而在另一边的扎克和乔伊 他们的陷阱现在已经彻底没有鳄鱼 全部都是空空的挂在那里 这让两人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猪头 从最开始就不管用 但好在这时两人看到 一处陷阱还是有鳄鱼上钩的 连忙就将其拉到水面 并死死的控制在船边 不然这来之不易的鳄鱼跑了 而扎克也立马抓住了机会 将其送往了天堂面接那神圣的上帝 虽然这条鳄鱼并不大 但至少还不是差 而另一边的父子组合 还在寻找那条从手中跑掉的鳄鱼 毕竟那条看着可是有着11英尺 可以很好地改变两人的现状 这时李奇突然就抛出了钩子 而且还成功勾到条鳄鱼 原来之前那条大鱼 不知道什么时候让两人给打上了标记 怪不得李奇来了个突然袭击 虽然鳄鱼被成功拉到了水面 但李奇的那张脸呀 虽然雅各不在一边会鼓励一下 但就是不上前帮助 不过谁让李奇有着猎人的血脉 独自就将这条鳄鱼控制在了船边 让雅各不可以轻松将其击杀 将这条逃跑大师拉上船后 两人那是十分的兴奋 虽然他们抓到的数量不多 但是个顶格的都是大鳄鱼 完全就可以让整个队伍的排名上升 而在另一边的特洛伊和泡菜 如今只剩下最后一处陷阱没看 两人十分希望那上面挂着条巨鳄 来帮助两人抚平差距 很快两人的就到了目的地 泡菜也立马就开始拉绳子 发现这条鳄鱼真的很大 完全就是两人的梦中情恶 但这个情恶好像并不喜欢两人 不断在水中反抗他们 但在泡菜那高超的技术下 不仅没有任何效果 甚至还被他在那不断的戏耍 真是很会侮辱鳄鱼啊 这条巨鳄可能是受不了了 直接就在水面上让特洛伊解决 而随着这条鳄鱼死亡 两人成功的收获了这个情恶 而他们的收获也是十分的丰盛 与此同时的在有了心有耳后 罗尼和蒂米如今一直在收获 并且大部分都是巨鳄 随着两人不断的搜寻 他们来到了一处新线井前 立马就将藏在水中的鳄鱼拉出 虽然它没有吃门诱饵 但这并不会让两人一昧 鳄鱼帮忙省钱而放了它 毕竟一条鳄鱼价值 都不知道可以买多少斤海鲜了 见此这条鳄鱼反抗得更加激烈 虽然把罗尼搞得有些害怕 但还是将其死死控制在了原地 直到蒂米看你两人的玩耍 赏了鳄鱼一粒花生米 看着眼前这条有着12英尺的巨鳄 两人一时间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那些鳄鱼真的比较喜欢海鲜 而不是乔伊他们的猪头 这样的收获让罗尼 现在十分想和乔伊他们炫耀 随着两人的返回 路上突然就碰到了乔伊和扎克 连忙就上前打起了招呼 但乔伊就是没有告诉他们自己的收获 而在另一边的拉伦和猪排 两人来到了一处陷阱前 看着那条不断翻滚的鳄鱼 整个人那是十分的激动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将其抓住 并将其带回家好好玩一玩 但这条鳄鱼给人的感觉很不对 它不像其他巨鳄反抗十分激烈 反而在那象征性的翻滚几下 虽然这让两人十分的困惑 但还是不愿意放弃他 拉伦还是直接就将其打死 随后就将这满是口臭的嘴巴关上 便开始将其往船上拉 两人看着今天的收获 十分的感慨这是很幸运的一天 毕竟这是他们收获最好的时候 此时的收购商达飞家 雅各布和李希开始轻点鳄鱼 这时特洛伊也赶了过来 李希立马就向自己的一夜开始炫耀 自己徒手和鳄鱼对抗的是 特洛伊也在一边满满的提供情绪价值 把李希都给夸得害羞了 随着今天的狩猎结束 排行榜也发生了改变 特洛伊兰德里的队伍如今排在第一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节目吧